在秋天 用方言说出祖国的名字 说出我平原一样 安静慈祥的母亲 你白杨树一般挺直的身躯 你甘草根一般干净的细节 一条小河流过千里之外的故乡 啊 祖国 每时每刻 你一直生长在我的心里 说出你 说出祖国的名字 啊 你的脸庞像葵花一样灿烂 你的胸膛像大海一样宽阔 你的声音像春雨一样酥软 不变的语言 是我最爱的母语 那熟悉又亲切的声音 啊 祖国 在梦中 你常常将我唤醒 唤醒我 并且是唤着我的小名 那童年时下雨过后的野蘑菇 那少年时月亮弯弯的彩鳞船 那睡梦里轻声哼唱的童谣啊 一贯青瓷发出的细碎声响 在泥土里悄悄发芽的种子 只差一点点 它就钻出来了 现在 我正期待着和它一起赞美 赞美 赞美天空 大地 白云 赞美十月 凉爽的秋风 母亲 有你喊着我 我就踏实 祖国 时刻想着你 我最幸福 集合在阳光下秋天的广场 将手臂挽成一道 丛裕的篱笆 让笑脸盛开成 十月金黄的菊花 祖国 祖国 几十年 你一直这么年轻 我满头白发的母亲 依旧爱穿绣花的衣裳 秋天 又一个金黄的季节 来临 每棵树 都挂满沉甸甸甸的果实 说出你 说出祖国的名字 说出美丽 和平与自由 说出伟大 繁荣和富庶 秋天的风 如此匆匆 一闪而过 父亲和母亲 他们手挽着手 在夕阳下的广场上 缓慢地散步 缤纷的花朵 见证了他们一生的爱情 而我 我和我的儿女 一群鸽子 从宽阔的草地出发 正翱翔于 蔚蓝的天空之下 在秋天 用方言 说出祖国的名字 说出千里之外的故乡 说出大地 河流 天空 啊 祖国 我是如此 深切地 爱你 爱你呀 爱你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